上市才一个多月的华为MET40保时捷居然就已经摔成这个样子了 今天我们开始来维修它 既然是不显示 那我们就首先要从显示电路开始查洗 测了一下它的显示 MRIPI高清成像总线全部都是正常的 但是当我测它显示供电电路的时候 就发现已经很不正常了 对地埃及体质没有了 全部是OL OL就是代表线路有断线 而它的主板刚好又是双层贴合主板 那么我现在必须要将它封层 将上层主板给它拿下来 再均匀加热了一会儿 很轻松的就拿下了上层主板 上层主板是低温锡贴合的 很容易就拿下来了 没想到它一个点都没有掉 这就给我维修带来了难度了 为什么带来了难度 那么就是因为它下层板是高温贴合的 如果下层板也是低温贴合的 那就好办了 从弹线的地方飞一条线出来 然后用万能表再来测量一下小板背面的焊接点 这样我们就能很轻松的找到对应的焊接点 在测量下层板中层框上面对应点的时候 发现它还是OL 这下可就麻烦了 下层板肯定是有很严重的掉点 但是呢 现在中层框的网又不能买到 而且CPU的钢网也买不到 在经过机组的同意之下 先将中层框封城开来看一下 中层框这个位置已经缺了一块 而且这后面部分已经裂开了很大一块 在晚上我也联系了生产工具的厂家 他们说现在已经正在开模了 也就是说工具正在制作中 那么我已经将主板封城开了 果然掉点是非常的严重 主板变形也是非常的严重 下一步的维修 我们要将中层框上面的掉点给它清理干净 还有主板上的掉点给它补上点 再来进行下一步的维修了 我们下完之后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